看见这个志愿军被冻成冰雕一样的时候 他就很伤心 哭了很久 想让他了解一下历史 明白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有人互动前行来治癸 《长津湖》这部电影好评如潮 票房也是一路飙升 很多人看的是泪流满面 近日一名九岁男孩观看电影《长津湖》 痛哭的视频引起网友热议 原来小男孩看到志愿军战士被冻成冰雕一样时 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 妈妈接受采访时直言 让孩子多看看这样的电影很有教育意义 让他明白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这样对他的成长也很有帮助 然而就这样一部高质量的爱国主义电影 竟然被家长举报 原因竟是场面太学新 孩子看了《作恶梦》 这段视频走红后也瞬间打脸部分家长 不是所有家长都不明是非 现在的孩子就像温室里花朵 经不起风吹雨打 说不得 吵不得 整日沉迷游戏 追星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就教育意义而言 这部电影应该走进校园 家长们更应该做好引导作用 对此你们怎么看